在上集节目里 咱们酣畅淋漓地来了一场 隐藏是门把手的拆解大横屏 结论是部分车型的设计隐患还是挺大的 的确有事故中无法正常打开车门的可能 那想救人咋办呢 只有破窗抢取生命通道 在很多影视作品里 车窗 但是很容易被主角光环给打破的 怕一个右边腿 怕一个左肘肌 怕一个铁山靠 电道玻璃碎成渣 被救女主羞答答 可看了本期节目您就知道了 那都是编剧幻想艺术加工 车窗玻璃远比您想的要坚固顽强 非力气不可破 那在争分夺秒的破窗救援中 为了避免一方有难八方添乱 拖慢救援进度 知道什么工具最高效最好用 相当关键 本期呢 咱们就来一场破窗装备大比武 想当路人侠的您 千万不要错过 参与比武的装备啊 分别是拆下来的头枕 车用灭火器和破窗腿 有的兄弟可能会说 这个砖头啊 钢管之类的 不一起试试吗 这类经济上行期腐蚀皆是的道具 现在路上已经不常见了 咱就不瞎耽误功夫了 打击对象啊 分别是比亚迪琴L的单层玻璃 和理想L7的双层夹胶玻璃 为啥选这俩车啊 理由很简单 一来呢 他们都是真十万公里长测 节目组的自有资产 再来啊 他们都是走量车型 配件价格呢 确实便宜 两种车玻璃啊 都没有贴车窗膜 标准的原厂状态 所以破窗难度理论上 已经算低了 如果哪样工具 连基础题都通不过 那以后行侠仗义的时候 看到有人拿它 您可以大喊 这个是家伙吗 也敢操作吗 破窗执行人呢 是我们资深的拆解技师 保护性拆车干久了 好不容易有暴力强拆的机会 还主动请应摩拳擦掌 那咱们测试开始 一下画面呢 可能会引起舒适 建议在四轮鬼火少年的陪同下观看 看以后还敢不敢市区超速 我们的测试啊 可以看作是一场晋级赛 能打破单层玻璃 那才有资格去PK双层夹胶玻璃 如果新手村都出不去 则直接淘汰 叶玛当先上场的是拆下来的头枕 在不少短视频科普中啊 那它可是好用的一批啊 所以我们对它的期待是一击必杀 结果只是给车玻璃刮了刮傻 任凭巨大的敲击声和车门剧烈的晃动 是如何气势如虹 单层玻璃表示 一脚微脏 些许风霜 除了尖锐的固定杆 在玻璃上留下了几道划痕外 裂痕压根没被砸出一条 伤敌未办 自己的金属杆倒是被砸弯了 所以某些自媒体博主和编剧们 不要小看了车窗强度 哪怕只是单层玻璃 但向内的弧度和窗框四周固定玻璃的橡胶条 都能助其传递和吸收振动 一套接话法让头枕无功而返 无缘继续挑战 双层玻璃 一击不成 那第二个上阵的是车载灭火器 他也算是营救爽文里的老演员了 内服可灭火 外用能破窗 那他是不是像演的那么好使呢 任凭测试员如何动刺大刺 车窝里就一句话 就这 人家没有任何的裂痕 反倒是灭火器底座在暴击之下变形失源了 另外灭火器在设计之初没有考虑到垂击这个用途 顶部提手呢 握着是很不衬手 不好发力 在撞击到玻璃时啊 还会在手里面位移滑脱 急易伤到手腕和手指 属于自损八百 伤敌挂灵 比头枕还不如 原地好开 两轮战霸 这窗还是没破开 再不抓紧 感觉我们坤哥都有一点死了 本来应该冲冲 要么说网上的独科普害人呢 这个键盘上没输过的头枕和灭火器 现实里是一个没赢啊 这下尴尬了 我们也没准备别的呀 只能从随车工具里找答案了 快速对比挑选后 早行趁手便于抓握发力的拖车钩 就先决定是你了 POKEMON GET到的 3 2 1 起初测试员是拿拖车钩头部的钢圈对玻璃进行砸击的 结果 没啥乱用 果断调转方向 用下部罗纹侧去大尖筒车窗的边缘 效果显著 单层玻璃应声暴力 飞溅的玻璃碎单甚至有划伤昆哥俊美面庞的风险 让极不太美 破窗之后呢 下一步面临的工作会是轻障 也就是彻底清理残存在窗框上的玻璃残渣 便于探身进去找应急门把手或是把失能的伤者往外拖 拖车钩由于体积小 清理其犬牙交错的玻璃残渝效率太慢 不便于后续的轻障工作 不过 瑕不掩鱼 让我们恭喜首位破壁者成功进击后面的考验 拖车钩的成功让我们意识到 随车工具行 有事是真顶用 所以我们继续挑了个体积更大的 千金顶来单挑单层玻璃 只是如今不少新动员车都不提供备胎了 胎都不用换了 就怕千金顶也被鸟进工厂同步阉割 千金顶相比拖车钩 别看更沉 更虎实 但其实它不太好抓握发力 也没有明显尖锐压强大的部位 所以测试员是几次调整了持握方式和撞击位置 最终在玻璃边缘处击穿防线 从爆破力道看 是真的刚猛 车内视角宛如暴雨梨花针袭来 但凡咱坤哥坐这儿那恐有Deadman的风险 但优势是玻璃碎的也更为彻底 为后续轻账工作大大提供便利 同样晋级到了下一轮 最后上场的是破窗锤 全金属乌钢尖头并有安全带切锁 话都没等我说完呢 破窗锤便完成了它名字中的工作 习惯了十把子力气的测试员 甚至都没控制好尺度 手跟锤一起敲进了车内 破窗效率质霸全场 而且后续轻账工作也不过是在追击锤的事 使用效果轻松值回身价 毫无悬念的晋级下一轮 接下来提型升级双层夹胶玻璃 咱们也别故弄玄虚了 既然破窗锤在上一轮有着 催枯拉朽般的惊艳表现 那直接让它打头阵 看看不到50块的破窗锤 是不是就是浮微济困的最佳答案 测试员有了上轮的惊艳后 起初发力还有点拘着 结果只在夹胶玻璃上留了个小白点 意识到事情并不简单后 测试员开始发力 乌钢尖头那可能是吃素的 每一下敲击都能在玻璃上留下一个弹孔 七八锤之后 知道的这是破窗 不知道还以为暗杀总统 但和单层玻璃战五渣的表现不同的是 双层夹胶玻璃由于中间胶质层的张力极强 击打后呢 只挂踩 不穿透 百炼钢 难敌绕指揉 测试员呢 开始更换策略 捋着窗框线 密集敲击 意图从地方 搞垮中央 从坤哥面前的视角看 我猜他此刻内心OS一定是 终于测试员在窗户上角打开了一个缺口 接着朝这个薄弱位置发起总弓 我猜金了 我猜 其间呢 伴随着对玻璃的大力肘击和推藏 可夹胶玻璃仍是一副 你横任你横明月赵大江的死样子 之后啊 测试员又重复了上述操作多遍 终于让缺口发展成了破绽 戴着防护手套的他呢 最终靠手撕双层夹胶玻璃 才最终打开生命通道 全过程耗时啊 长达三分零五秒 以当下新动员车七秒喷火 一分钟爆炸的这个节奏 破窗锤的救援成绩跟失败了 其实没两样 而且如果这部L7啊 再贴个车窗膜 那外膜内焦双层防御之下 破窗锤都不见得顶用了 那上轮最亮眼的神兵 这局都仅是惨胜 这让拖车钩和千斤顶的千顶 是一片阴霾 更轻巧的拖车钩呢 先行上阵 测试员啊 用尖锐的螺纹侧 先是正手帮了几下 后改成呢 反手戳了几下 拖车钩却也只是在夹胶玻璃表面啊 留下了几个小白点 成年了的兄弟一定知道 一直保持一种体位是很累的 所以测试员呢 再次变换成了帮胆 可巧不巧这一钩子打到了理想L7 门框的金属装饰条上了 随着试条凹陷形变 车窗呢也应声出现了一道长裂痕 此后夹胶玻璃似乎失去了全部抵抗的力气和手段 测试员是每勾必裂 整块玻璃呢 像极了被十几发高速棒球撞击过 可看似已经微如雷软的它 硬是又扛住了四十余下冲击 才最终在平雄于壁柱的玻璃边缘处出现了一道裂痕 测试员成胜追击 又沿平雄于窗框线的位置打开了一道大口子 让缝隙呈反L型 终于到了能手撕的地步 最终拖车勾共用时三分十五秒完成破窗 看似和破窗锤效率差不多 可活显然没有专业装备做得细 车窗下眼还刺着玻璃茶子呢 如果救援人员需要探进身子 够藏于车门杵阁里的应急机械门把手 那非得被开膛破度不可 轻胀表现太差 而且打裂车窗的那个第一效 还有些歪打正着的运气成分 综合起来并非救援良选 那千斤顶比着比着 倒成了全村希望了 那咱们来看看他的表现 测试员呢 由于有了第一关的经验 持握的方式和用于击打的部位 都驾轻就熟 哪怕是这样 也不过在玻璃表面挠了几道划痕 量变到质变了 双层夹胶玻璃被捅掉了半格血 裂痕成猪网状散射 之后的每一下 千斤顶都击穿了玻璃的胶质层 让其千疮百口摇摇欲坠 截至此时 不过也才三十多秒 之后的杂击让玻璃破洞越来越大 蜷缩的形态呢 也让测试员手速相当趁手 最终仅用时一分十秒便完成了破窗 效率是破窗垂和拖车钩的三倍 而且千斤顶大开大合的动作特点呢 让玻璃被击垮的啊 很完整 很彻底 没有犬牙交错的残余 更便于救援人员探身操作 全部车做完 咱们给看到这儿的挟支大者们啊 做个总结 在保护好自己的前提下 路见不平想要施救 那拆头枕 抄灭火器 是没用的 不要浪费宝贵的救援时间 另外呢 也不要觉得背好破窗锤啊 就万事大吉了 双层夹胶玻璃是他难以逾越的鸿沟 而千斤顶啊 希望各家厂商能给车主们保留吧 哪怕不换备胎 也能给救援的时候 按留个备手 而说一千到一万 防患未然呢 才是真理 希望所有驾驶员啊 都能敬畏法规 敬畏速度 甭管品牌怎么发烧 咱们的头脑一定要清醒 好在隐藏是门把手就要被禁了 零百加速呢 也必须五秒以上了 给浩大喜功 愈发抽象的新动员车们降降温 嗯 很有必要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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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